大家好,我今天要為大家講的故事是 佛菩薩極為嘉獎 幸有四川啊 有一個人 乃法正學堂畢業生 他非常狂妄又自大 民國初專門毀壞佛教 無論神廟佛寺 一律帥自己的徒弟 拆毀 後來 夫之妃 力情改毀 來到普陀求歸一 駐上坎居士08年 精進修持 前年復戰 以往林中不經不動 臨前後左右均持了一片焦土 林中所落大小 炸彈沒有一個炸開 祖見 神能改過千山 佛菩薩極為嘉獎而保護之 今天故事就剪到這裏 謝謝大家